现在,诺诺在玩的 最适合她年纪玩的简单的打法 不过,比起吃宝贝向立北绝 诺诺明显的是向她一点 反正不是属于天才型的儿童 到现在为止,每次都搭得特别的慢 需要经过求助,外援 而吃宝贝性格恶劣 经常是不帮忙,还故意地捉弄她 多被捉弄几次之后 她得学乖了 知道自家哥哥嫌弃她笨 她一般都是找哈斯帮忙 现在迟恩恩在了 她变成了喜欢找迟恩恩帮忙 迟恩恩被她拖到了吉木前 她用萌萌哒的大眼睛 眨巴着撒娇道 妈咪,打吉木 她一边撒娇 还不忘一边指着搭了一半的吉木房子 哈斯在一旁静止静责地把吉木盒子递了过去 虽然还是冰着脸没有什么表情的样子 但是眼神非常柔和地说 小小姐从刚刚一直在等着小姐宁睡醒 小小姐很乖,没有去吵醒小姐 诺诺听懂了她的夸赞 马上拍了一下自己的小胸脯 面皮特别厚地夸赞自己 诺诺乖 盘坐在沙发上的吃宝贝 阴侧侧地在旁边插了一句 别拍了 再拍以后就跟迟恩恩一样平 有你哭的 跟她一样?什么跟她一样平? 吃恩恩低下头瞄了一眼自己的胸前 三条黑线滑了下来 郁闷地抱起不明就里的小家伙说 诺诺乖,不要听哥哥胡说八道 诺诺是一个小狗腿 被吃宝贝训练得乖得不像话 马上维护自家哥哥 诺诺要听哥哥的话 下一句就出卖了自己 耐生耐气地露出了一排小奶牙 听哥哥的话 有糖糖吃 吃宝贝鄙视了她一眼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丢下爱派的 拿起了一旁的小书包 一边说 哼,我说的都是实话 女人,你自己的大小 你自己心里没有一点数吗 赤恩恩真是想要把她抓起来打屁股了 但是注意力被她的举动吸引住了 粗起了眉头温 赤宝贝,你要出门 去哪儿 出去玩 她一副不想多说的样子 跟赤恩恩说 我会带司机出去 你不用担心 全东亭给他们兄妹俩配的司机 都是从特种部队退下来的人 安全性的确是不用担心 不过,赤恩恩还是比较担心 你要去哪里啊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反正,我会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中途给我打电话 我就算是不接 也会回你消息 赤宝贝从小就很有主见 她固执地要做一件事情 赤恩恩根本就拦不住 再加上,赤恩恩对她的教育 本来就是以自由为主 基本上是不会太去限制她的 所以,她虽然很担心 但还是同意了 记得啊 晚上六点半之前 一定要回来 这一边 赤宝贝已经背好自己的小书包了 一副耐心不好的样子 嘴上却是乖乖地承诺了 知道了 六点半之前 我肯定会回来的 她去找隔壁老王谈点事情 六点半之前 绝对赶得回来 霍叔叔都已经说了 隔壁老王正在回这边的路上 她现在过去 隔壁老王刚刚好到家 吃宝贝盘算好了时间 眼睛已经不脚狭地转了 淡定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跟赤恩恩挥了挥手说 女人,我要出门了 一边警告呆兮兮的小女儿说 我不在家的时候 记得要听妈咪 还有哈斯哥哥的话 要是让我回来知道 你没有听话 到处乱跑乱跳 今天晚上就没有棒棒糖吃了 记住了没有 诺诺不乐意地嘟了嘟小嘴 小声地反驳 诺诺乖 她大概觉得自己的气势不够 又挺起了自己的小胸膛 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吃宝贝撇了她一眼 收回了视线 傅黑霸道地说 乖最好了 反正要是不乖 就常罚你不能吃糖 说完 背着书包 又跟管家婆一样 操心不完地叮嘱吃恩恩 女人 她要是不乖 你直接揍 打屁股不会流血的 诺诺听懂了 她是要打她 粉嘟嘟地脸颊鼓了起来 胖乎乎的小短手指着吃宝贝 哼哄唧唧地奶声指责 哥哥坏 她萌萌的样子太可爱了 连吃宝贝都忍不住地眼里待笑 捏了一把她的小脸 捏得她往后缩了 才心满意足地收回手 遗憾地挥了挥手 往玄关走去 她换好鞋子 拉开门出去了 在路上的时候还在想着 晚上回去要再捏一下小家伙的脸大 那个手感 怪不得吃恩恩那么喜欢捏她的 果然是会让人上瘾的 丽北娟没有住在丽家城堡 而是住在了碧桂园的豪宅里 司机一路载着吃宝贝 把车停在了碧桂园单元楼的楼下 刚停下车 车门就已经被人从外面拉开了 小少爷 原来霍义一直在外面等着他 吃宝贝从车上跳了下来 弯起眼眸跟他打招呼 霍叔叔好 我好几天没有见到霍叔叔了 诺诺都想霍叔叔了 这个嘴巴甜的 能够把人心都要化了 霍义一贯严肃的脸庞 露出了一个温暖的笑容 虽然还维持这管家应该有的样子 但是没眼里的亲近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我改天去看小小姐 她说完神色恭敬地说 小少爷 绝业已经在家里等您了 我带您上去吧 好啊 谢谢霍叔叔 吃宝贝礼貌懂事 霍义眉眼带笑地 领着她上去了 像碧桂园这样的豪宅 电梯都是入户式的 每一层的住户 都有一个直通到自家悬关的电梯 方便出入 又可以防止闲杂人等混进来 当然了 这种每一户都配有一个入户式的电梯的造价 也是昂贵的 不过能买得起上亿豪宅的人 谁在乎这一两百万呢 叮 电梯门打开了 入幕的是欧式现代简约风的宽敞豪宅的客厅 果然是隔壁老王的风格 装修以黑白灰为主 处处都低调又奢华 比如像墙壁上的壁画 别以为她不知道那是大师的作品 扑面就有贵族气场袭来 吃宝贝一点都不怯场 非常从容地跟着霍义走进了豪宅 霍义把她领到了沙发边说道 小少爷请坐 您先等一会儿 我去帮您榨一杯鲜果汁 橘子汁 嗯 吃宝贝最喜欢喝的就是橘子汁了 但是她坚决舍不得在自己家里榨 因为她抠得要死的觉得 用四个橘子榨一杯水 那是暴天天物的事情 我去帮您